这些手剧均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在他们身上承载了哪些历史信息呢 敬请关注镇馆之宝战国同手剧 在四川博物院的展厅里 陈列着这样一组青铜手剧 这些青铜手剧别看其貌不扬 但是在全国却是独一无二 在考古发掘中 战国时期的青铜手剧出土的少之又少 所以这一组青铜手剧就显得格外珍贵 被誉为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一点都不为过 这些手剧同样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 他们一共是五件 两千多年后 今天的人们还能见到战国时期的使用工具 确实让人们大饱眼福 但是人们更关心的 依然是这些手剧的主人是谁 同时在这里出土的方形印章 它上面的图案到底是什么 在马家乡木果木中出土的众多铜器中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哪些特别的规律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镇馆之宝 战国铜手剧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上一集呢 我们讲到了马家乡大幕里面啊 出土了方形印章 讲到了这枚印呢 可能啊 是枚观印 那它对应的权利和身份是什么呢 很可惜啊 由于我们确实没有试读出印文的内容 对于这枚印啊 我们就束手无策了 并不 现在啊 我们确实不能从印去了解 墓主人的身份 但是 我们还可以从墓主人的身份 来理解这枚印啊 所以啊 我们先不纠结这印章的问题 把这枚印呢 先放一放 我们啊 先来看一看 这腰坑里的出土的物品 这马家乡大幕 腰坑里的东西啊 有一百八十八件 在四川的战国墓中 那是首屈一指的 它还是有一点特别的 那就是有那一坑弱碱性清水的加持 让它存留下了很多在别处 没能存留下来的好东西 其中有一组器物 可以说是全国独一份的 是什么呢 其实这东西啊 倒也稀松平常 就是我们日常也见过 也用到的句子 战国的句子 关于这句子啊 可能大家小时候都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中国土工 木工 仪工 瓦工 的主师爷 鲁班 故事里说啊 这有一次 鲁班啊 接到了一个任务 需要砍伐大量的木材 但是用斧头砍的效率不高 眼看着就要玩不成任务了 鲁班啊 心里就很着急 有一次 在去山里伐木材的时候 鲁班不小心被野草的叶爪割破了手指 他就很好奇 什么样的野草的叶子 怎么这么锋利 能够轻而易举的割破他的手指呢 于是他便仔细的把叶子观察 发现啊 这野草的叶子的边缘 不是平的 而是凸起来了很多三角形的小尺 这个草叶子上啊 还恰好有只蝗虫 这蝗虫的牙齿啊 也是很多的三角形的小尺 很快啊 就把这叶子分解的磨碎 吃掉了 鲁班受此启发 就发明了高效的剧目工具 剧子 而且啊 这个故事被绘成了画册 还制作成了动画片 大家应该也都是从这些画册和动画片里面 知道第一把句子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啊 是绘本里面描绘的鲁班制作的句子 为了避免啊 其实不知道鲁班发明的木具是什么样子的尴尬 绘本呢 选择了只表现关键的局部 也就是青铜巨条的部分 这部分啊 春秋战国多有出土 还算得上是有根有据的故事啊 毕竟是故事 我们也不能太去较真 事实上啊 早在新石器时代 古人啊 就认识到这种锯齿状的刃部啊 有更强大的切割能力 并且啊 最先使用这种刃部的 其实并不是句子 而是收割工具 镰刀 材质也不是青铜的 而是棒壳和石头的 分别叫做棒帘和石帘 所以啊 锯齿状的刃部 可以高效切割的刃史 最早肯定不是来自于乳斑 手被野草叶子割破 青铜巨 其实啊 早在商代就有出土 大家看 那个写着三的 就是我们的商代的铜巨 比较原始 形状啊 像菜刀一样 后来呢 这宽宽的这个刀背啊 逐渐的慢慢被淡化 就变成了长条形 一般啊 就长得像刀一样 还有长长的铜吧 这个手柄的这个部分 没有必要用铜来做 没有必要用铜来做 所以啊 这个铜就被用来集中作为刃部 而辅助的手柄部分呢 则逐渐被木头替代 但是因为木头啊 不容易保存 绝大部分呢 就都腐烂了 流传到现在 被我们发现的 绝大部分都是金属的锯条 那这么说 木头部分都烂掉了 岂不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以前的锯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那也不是 有些独特的保存环境啊 会很偶然的保存下一些完整的锯子 所以啊 也算是很幸运 到目前为止 仙情的 带木柄结构的锯子 我们一共 发现了六把 其中 五把出土于我们 马家乡大木 并且啊 也是 所有出土的仙情工具中 长得 最像木具的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张图上的 第八件 可以说 马家乡大木里的这五把青铜手具 是现代木具的 慈系祖先 我们来 仔细的看一看 这五把手具的结构 这五把手具啊 其实是一套 形状啊 基本一样 大小呢 略有不同 是由锯片和木柄结构符合而成的 锯片呢 比较薄 长26厘米 宽4厘米 锯条中间啊 开了等距离的三个 长方形孔 巨身木柄呢 是用栏木 做的 一端啊 做成了这个 把手的样子 在中间的一侧 凿出了一个宽 2.2厘米 长度和锯片一样的浅槽 把锯片呢 就相近这个浅槽里面 露出啊 大概宽度是1.8厘米的锯条 再用一个长宽和这个槽相同的木条 把这个锯片压住 和锯片上的孔对应的 这木柄和木片上啊 都有三个长方形的孔 把木柄 锯条和木条 用细细的竹蜜啊 穿过这三个孔 牢牢地绑在一起 最后呢 就修上这个黑漆 一把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 精致的手具 就完成了 别看这五件手具啊 貌不惊人 因为战国时期 能这么完整地 留存下来的手具 太少了 所以这五件 那可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四川省成都市 新都区 马家乡 木果木 一次便出土了 五把先秦时期 做工精良的手具 更加说明了 这座古墓 在考古发掘史上 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 根据诸侯生前的 工计大小 爵位高低 他们死后的墓葬 从规格到 陪葬器物的数量等方面 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也许 五把手具的出土 并不是偶然 五这个数字 很可能有其他特别的含义 那么 这种推测合理吗 与手具一同出土的 其他器物中 也有类似的规律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有五把手具呢 没有别的原因 马家乡出土的所有工具 都是五件一套 没有例外 如果出了十件 那就是两套 我们一直在说 这理智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在数量上 比如说九鼎 要陪八个鬼 比如说天子的官果 会有七丑 但一般的 也就是在理智规定的那些 有代表性的器物上 换句话说 只有理智 是有严格数量规定的 并且还是一种理智 有一种理智的数量规定 总之 很复杂 理智之外 水账品数量 很多啊 都找不到有什么规律 但是我们的马家乡大墓啊 有规矩 而且这规矩啊 还特别的简单触碰 更是国内奇特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了 那马家乡大墓的水账品 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呢 很简单 这腰坑里出的 188件器物 要么是两件一对 要么是五件一套 再没有别的数量组合了 这两件一对的 有针 燕 蹲 豆 否 弹 移 剑 勺 总体来说 都不是和理智 特别相关 其中 煮饭的器具 是燕和针 都是蒸饭用的 炖 豆呢 是用来盛放菜肴的 否 是酒具 装酒用的 勺呢 是咬酒用的 古人啊 席地而坐 并不像现在这样 围拢了 大家一起吃 而是 各自坐在 各自的席上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连桌子都没有 饭菜啊 就摆在这个地上 所以要 顶啊 鬼啊 豆啊 这样有腿的 免得放得太低了 不好加菜 这盖洗的呢 是 盘仪 盘仪是一套 仪是沉水的 宴会的时候啊 仪里面就装着水 吃饭前呢 端到主人和宾客的面前 再缓缓地倒出来 主人和宾客 就借着这个水 洗手 洗完手的水 怎么处理呢 滴在这个地上 湿答答的 多不好啊 就用盘接着 所以盘和仪啊 其实是一套组合 使用的时候呢 是两个人 一个啊 拿着仪 慢慢地倒水 另一个呢 端着盘 接着 箭呢 是水器 就是装水用的 而且啊 箭 是很大的水器 箭除了沉水啊 还有一个附加的功能 就是当镜子用 春秋战国时候 工艺还不发达 这个镜子都是用铜做的 很贵 一般人家啊 那是买不起的 这聪明的古人啊 就沉上一大缸水 这样啊 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了 而最常用的 可以装一大缸水的器具啊 就是箭 所以啊 箭这个字 又有镜子的意思 唐朝初年 明臣未争过时候 唐太宗很悲伤 曾很惋惜地说 以铜为戒 可振衣冠 以骨为戒 可知心替 以人为戒 可明得失 现在魏珍死了 我损失了一枚镜子 以上啊 就是两件一对的水葬品 那五件一套的 又是哪些呢 这五件一套的 有顶 弧 磊 三竹盘 斗形器 牟 碧 边宗 剑 刀 割 月 毛 金 斧 取头金 和手锯 铜销 铜镯 雕刀 当然了 有的器物种类啊 还不止一套 比如说 弧啊 是两套 十件 剑呢 也有两套 十件 割最多了 有六套 三十件 月呢 也是两套 十件 铜销 有三套 十五件 铜销 有四套 二十件 这里面啊 有明确是属于 锐器的 是顶和磊 以及乐器边宗 顶这种青铜器物 一开始 很可能是作为人们生活中的 范石器而出现的 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一种 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马家乡木果木 这样等级严格的古墓中 当然少不了顶的身影 不过 在马家乡木果木中出土的这组铜顶 其中有一个顶的上面 著有几个让人费解的文字 绍之石顶 那么绍到底是谁 他会是马家乡木果木的主人吗 通过这个姓氏 可以分析出哪些有价值的历史线索呢 顶不用说了 那是经过夏商周三代权力 身份等级的第一标志物 五顶随障 上可以到低等级的诸侯 下呢也是清代飞机 雷呢一直是得到了属人的偏爱 但是是否可以达到像顶一样 以数量来标志等级 我们目前啊 还找不到可以大量重复验证的实力 这五件垒做一套 在四川也就只有马家乡大墓这样出 所以在同出于马家乡大墓的方形印章上 图案的下半部分便有一个垒 可见五顶和五垒 在墓主人的心中 五垒的分量还是要更重要一点 有意识的是 这五件顶中 有三件里面 还有骨骼 也就是说 这五个顶啊 并不是空空的放入墓中的 而是像墓主人生前进食一样 是成了肉的 这三件顶里面 分别有羊 猪和鸡的骨骼 最小的那件啊 铸造得特别精致 并且这顶盖内部呢 还刻的有闽纹 闽纹啊 是四个字 勺之十顶 字体弯弯曲曲 正是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流行的鸟虫传 很显然 这件顶啊 是属于勺的 那勺是谁呢 是墓的主人吗 其实啊 古字啊 很多是通用的 后来呢 为了好好学习 就编了这个字书 词书 逐渐的 就把每个字的意思呢 都固定下来了 但是古代的书啊 但是古代的书啊 和闽文 并不按照我们的字典和词典的规定计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有了我们上学时候念古文 大家都很头疼的通甲字 这勺啊 其实是通招的 这招是一个姓氏 并且啊 并且啊 是极不普通的一个姓氏 是楚王氏中 分出来的一支 是始于楚昭王的儿子 子娘 楚昭王 末于公元前489年 子娘 肯定是在此之后 勺之始顶 其实应该念 招之始顶啊 样式是楚氏的 上面刻的字体啊 也是流行于楚地的 这招呢 也是楚国王氏之后 那毫无疑问 这顶肯定是楚国造了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流传到了蜀地 另外啊 还有四个没有刻字的 比如像下面 就是这四个 没有刻字的之一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工艺上呢 并不如上面这件 那么精湛 应该是仿着这件 朝之始顶制作的 可是为什么 这毛 鸽 剑 月 之类的兵器 符 金 锯 销 锹 锹 锹 之类的工具 也要用武剑呢 难道这牧主人 没事的时候 要拿这五把手具 来做下木工 展示一下自己高贵的身份吗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啊 这兵器和工具 武剑成套 或者与古书国的一个传说有关 当然 这个传说的年代啊 要比这种木的年代晚 是到了鼠快灭亡的时候的一个传说 什么传说呢 就是五丁开金牛道的传说 这传说啊 还和我们之前聊到的米月 有一点点的关系 秦桧文王 也就是米月他夫君 有一天在打猎的时候 和蜀王在今天汉宗的历界遇到了 诸侯相遇 当然就要礼上往来 秦桧文王啊 就送了蜀王一竹框的青铜 这蜀王呢 就用了一些珍贵的玩物来回报 但是秦桧文王拿到这些珍丸的时候 这些珍丸啊 都变成了泥土 秦桧文王觉得被戏弄了 很生气 但是他的群臣啊 都嘲和他 说这是上天要把蜀国赐给他 秦桧文王 就很高兴了 但是在秦桑之间 山崇水赴 道路不通 军队啊 无法攻入蜀国 就算是军队进去了 后勤补给跟不上 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所以啊 秦桧文王就派人啊 叼了五头十牛 假装这五头十牛 每天拉到粪便啊 都是青铜 这蜀王一见 可高兴了 就派这使者给秦王说 想看看这五头牛 秦王就同意了 于是啊 蜀王就派了五丁去迎接这十牛 迎回来之后啊 发现别说是青铜的粪便 连真正的粪便都没有 蜀王很生气 就派了这五丁啊 又把这五头十牛 给送回去了 这一迎一送 五丁就为了这个十牛 就开辟了道路 这就是历史上 被黎白描述为蜀道南 南语上青天的十牛道 也叫金牛道 后来啊 为了笼络蜀王 秦桧文王又说要嫁 五个女儿给蜀王 这蜀王啊 又很高兴 又派了五丁去迎接 谁知迎回来的时候啊 半路上碰到了一条蛇 其中的一个壮士 就去抓蛇 抓住这个蛇的尾巴 使劲地拉 但是这个蛇呢 还是在往洞里钻 拉不住 结果五个人就一起上 一起拉 蛇没拉出来 把山给拉崩了 就把这五丁和秦国来的 五个女子都埋住了 这两个传说故事里 都反复地提到了五丁 不知道这五丁啊 是特指五个人 还是贩指这五人的小分队 但这五人成主 于墓中兵器工具 五件一套来看 这二者之间 或者是有关的 马家乡大墓之所以随藏这些器具 尤其是兵器和工具 往往五件成套 很可能和战国时期 蜀国的组织结构有关 有没有可能 那时蜀国的军旅和白宫 都是以五人为一个基本单位 来组织的呢 燕 针 谋 都是吹竹器 燕 针 这种服侍牧主人的复杂器具 是两件一对存在的 谋 虽然也是吹竹器 但简单便携 一般认为与军旅相关 而马家乡大墓中的谋 就恰恰是五件一套的存在 所以这五把手具 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 只是随牧主人心情高兴 不多不少的随藏了五把 而理智呢 实际上啊 是管不到工具 这个层面上来的 这五把手具 实际对应的 很可能是古书 百宫的基层机构 五个使用句子的匠人 从上面的推测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五把手具 从数量上来看 很可能代表着五位 曾经使用手具的工匠 因为他们曾经服务于牧主人 再加上理智规矩的需要 才将手具数量设为了五 如果这项推测真的成立 那么其他出图器物数量 也许也是这样来安排的 那么 除了对于出图器物的 各方面推测之外 考古专家还发现了马家乡木果木 哪些独特之处呢 请继续收看 镇馆之宝 战国同手具 我们返回去看兵器的组合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剑 这剑啊 是随身佩戴的 古人对剑的喜爱 那是不用我在这里多加探讨的 马家乡大墓里呢 一共啊 是出了两套 石柄剑 一套啊 是典型的中原式的剑 另外一套呢 是典型的巴蜀式的柳叶新剑 如果我们之前的假设成立 剑不是简单的剑 剑代表的是 谁是在主人身边的人 一柄剑啊 代表的就是牧主人 生前身边的一个卫士 那佩戴中原式剑的卫士 和佩戴巴蜀式剑的卫士 刚好啊 各有一组 而无论是墓葬的结构 还是随葬品 马家乡大墓啊 都体现了强烈的 储与鼠之间的折衷和妥协 比如说 这墓用了典型的 楚式的清稿泥丰富国士 和景字型的国士结构 再呢 就采用了鼠地典型的 独木棺藏具 使用了五剑楚式顶 也随葬了五剑 蜀国传统的磊 包括 蹲 否 剑 盘 仪 等等 这些啊 都是典型的楚式器物 看来 这墓主人 是徘徊在 楚与鼠之间 难分难解 从随葬的墓的形态 果的规制 顶的数量 还有器物的丰富 让当年的发掘者 隐隐约约的觉得 墓主人是一位王 古书的世系 虽然有很多传说的成分 但开明一系 却明明白白的被记载 是来自楚地 战国时期 蜀地突然出现了这么高规格的一座楚墓 墓道 清稿泥 墓果 除了传官 都是地道的楚式 墓内呢 又随葬了那么多地道的楚式器具 还夹杂着很多的属式器具 明显地显示出 墓主人对楚式器具的偏爱 当然了 如果非要解释成 因为楚那时候是大国吗 公义先进 戏具精巧 生产的奢侈品 为蜀国国君喜爱 当时的蜀王啊 因为爱慕楚文化 才采用了楚式墓和楚式水葬品 但是有一点 为什么墓道要朝西呢 墓道朝西 那说明这头是朝东的 古人啊 曾反复地提到一句话 叫胡死守秋 就是胡你死的时候 头必然是朝着出生的土修 如果墓主人是楚人之后 那么他死后 头朝向东方 就是一种再合适不过的做法 也因此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那枚印章 两个在垒上手拉手的人 会不会是象征了跋山涉水 来到蜀地的蜀人 来到蜀地的蜀人 但是 历史的真相啊 是复杂的 到底马家乡牧国墓 是不是蜀王之墓 其实还是存疑的 如果啊 未来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类似的墓葬 或者发现了确定的蜀王墓后 那这座墓的性质 也许就可以盖棺定论了 这些问题就留给大家 在日后的学习中继续思考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古蜀国的历史 一起去揭开历史的谜题 谢谢大家